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頻道 這條應該是第一條有聲片啦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記得like subscribe 你們的支持是我拍片的動力 這一集就是第一集GD7 那我就想講解一下 1.11版本的更新 我先講解一下最主要的幾個 首先會有一個東京高速600 還有一個利曼 還有一個800pp 還有一個800pp的意大利賽道 任務就新增了一個23級的1小時耐力賽 大約好像是8個還是7個 那你擁有的不儲值金額 就由2000萬去到1億 那我們就一起入遊戲去看看有什麼新更新 我也是在昨天更新之後 馬上拆錢買了一架2GWC 都是用了一個半小時左右而已 很快的 影片應該在兩三個小時 即是這條影片出來兩三個小時 或者等一下日出 這樣吧 盡量最快的了 而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更新 那我們先去看任務 首先我們去了任務 看見有一個最低的新的 就是23級 官方就說23級 因為我已經是38L 所以我是可以進的 我就不知道最低的 是不是真的是23級 才可以的 就有8個左右的耐力賽 那就有GOOFREE 多少PP 日系小型車 還有這個MOMO MOMO賽 那我們就不多看了 不看完全部的詳細了 那我們就 到這個世界賽道 而世界賽道 這個版本 即是1.11 就出了 三個新的賽事 那 就 去看了歐洲先 歐洲賽道 就出了兩個 即是歐洲區 就出了兩個新賽事 對啦 第一個就是利曼 那 普通800PP賽事 以前都已經有的了 那現在就 就 16萬1 那 就 原本就7萬的 但不是每個都去到16萬1 有些就可能去到14萬 那 這個 7 8PP 就是我 暫時用最快的拆戰方法 就 就 對 30分鐘 奈力賽 那 就 對啦 2萬就這樣 那 就 薩丁尼布島 應該是沒有錯的話 就出了一個 800PP 的 就 就是15圈 但就用不到SF19 因為平時800 我都用SF19 那 其他都是可能是800PP 就 14萬 差不多啦 其他都是差不多 柳寶倫沒有變過 那 那 下面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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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家 那些 肉 那 其實 我又很弱智地按錯鍵出了主畫面 那我們現在就去回亞洲區 看回亞洲賽事 就是這個東京高速公路 前面GTR杯 可能右邊我不記得 那就是新增這個最新的 都是600PP 12圈 東側賽道 不可以撞牆 亦都是不可以裝淡氣的 那SF19是因為 原本預設已經有淡氣 所以我是玩不到800PP賽事 即是意大利賽道800PP賽事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用邊駕車頗 而且東京賽道 亦都是濕地 30%水分 所以很容易滑出去 而今天 即是 8號 就有 EK 22B FC WRX Type R STI 第六代 沒有記錯是第六代 有 RX3 FD 還有 RX3 FD MR2 也有 在 RX3 FD 之後 擺面 是新的 大約 也有 那我以前已經買了一架22B 那我現在再買多一架 我 比較喜歡 一架 可能是 頭文字D 試樣 一架是自己改 改到好像賽車感覺 那樣 差不多 樣子 即是比較賽車風格 那一架可能跟回頭文字D 就不會太高 如果跟回頭文字D 就不會太高 Puzzle 但是 FD 3S 來說 我就 因為普通版本不推薦 在二手車買 那 就大約 貴四萬元 那就多了六萬元 的 六萬的公里數了 那 我覺得是 不值的 因為 如果是多了四萬元 那我買一個 新 車架 已經用了大約六萬 那 計算下去 不算了 那 都是買回原廠 跟原廠買 會比較好的 我都是覺得 他有說 什麼賣車功能 月初 那 可能是下個禮拜 四 或者禮拜幾 就進行一個 維護 我都不出奇的 那 最主要就是今個禮拜 更新 就是差不多 這樣 對 那 這條片 就是 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 記得 like subscribe 你的支持 是我拍片的動力 希望大家 踴躍支持 支持小弟 我 這條 也是第一條 有聲片 那 可能 質素比較差 希望大家原諒 我 亦都會做得越來越好 就是 可能每一條片 重錄的次數 也都會少些 是會 就是質素會越來越好的 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那 這條片就是這樣 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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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